中文字幕志愿者 甚至于像在福斯集团 有三个品牌 也是SUV可以说是真的 销售成绩相当好 更不要说是双B的品牌 如果观众朋友觉得说 现在好像真的都是SUV 大卖的窗框底下 你不买一台SUV 好像对不起自己 对不对 如果接下来 你真的打算要换一台SUV 甚至于你一定锁定的 就是欧系品牌的休旅车的话 市场上面有没有哪一些 物超所值 甚至于物有所值的车款 值得来推荐给大家 我们就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在2022年就去年 看看全球市场的销量的状况 SUV能够卖到前十名 而且在全球的市场 到底哪一些车款 是榜上有名的呢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2022全球Top10的 这个SUV的销售 那其实基本上 十台车当中 我有数一下 大概有将近八成 就是八台 在我们台湾都买得到 那其实也蛮特别的 它有分成日系车 韩系也进来了 甚至也有欧系的 那也有像是我们台湾国产的 然后也有进口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一名的话不意外 还是Toyota的Rawful 这台SUV的省车 不过以总量来讲 它在2022年 它的总量是87万辆 那其实就跟 我们台湾的这个数字 其实就可以做一个参考 因为我们就一直说 它从去年到今年 一直收到缺晶变的状况 其实订单的数量远远是高过 实际以台湾的这个销售挂牌 那全球更放大以后 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它还是拿下了冠军 87万辆 那衰退较前一年 21年有13%的微幅的衰退 那再来看到的话 第三名的Honda的CRV的部分 可以说是油车部分的第二名 它也有多达60万辆左右 但总量来说 以去年来说 其实各家的总量都有微幅的下滑 那CRV虽然拿下第二名的60万 它也有17%跟21年相较的一个下滑 然后再来看到第四跟第五名 我觉得可以一起来讲 它算是一个韩系品牌的双生车的概念 像是Honda的土上 在全球还是卖的比较好的 它有55万台的一个总销量 然后第五名是KIA的Sportage 也有46万台的销量 那再来看到六到十名 第六名的话 也是在我们台湾在印象中 过去这一两年 也都每个月有不错销售表现的 Volkswagen的体逛的这一台 他们招牌的中型休旅 全球也有43万辆 那我们也讲到它在衰退的部分 体逛其实在全球有稍微 微幅比较大一点 还有这个相较于21年 有20%的衰退的状况 真的 体逛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跟 他们的这一两年 这个疫情缺料的部分 也缺车台湾 这个东欧的战事等等 都会有一些的关联 再来看到第七名的话 是这个日系的代表 Mazda的CS5 它也有36万辆左右的一个销售 那第八名的是 Toyota的Highlander 那观众可能稍微陌生 那台湾也有少量的贸易商的引进 那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车在北美算是 就是像我们台湾Raffle的概念 他们的尺寸可能会需要大一点 那我们台湾其实买到Raffle就很够用 那北美可能会买到更大 也就是以Highlander这样的 七人座为主 它也卖了33万辆的成绩 那第九名很特别 我们看到的是宾市 也就是到目前我们看到豪华品牌 中型SUV也进榜了 GLC的部分 当然它在去年刚做了一个全新的大改款 那它在21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 我们去看榜单 没有办法挤进Top10的 那在去年已经挤进了这个第九名的位置 有32万台的一个累计销售 那第十名的话 其实在欧洲有贩售 台湾可能就很多观众可能没有听过 它这个Crush Cry就是那个Nissan 日产出的SUV 它也有近30万辆 29万多台的销量 所以总括来说的话 我们刚刚有讲到比较特别 就是豪华品牌 像是宾市GLC 在22年起进了第九名 然后像是Volkswagen的Tigran 这样的欧系修理 整体来说在全球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销售成绩 那给消费者的印象 也不外乎就是他们的欧系车 相较日系修理 它的底盘车身刚性会比较好 然后它有一些车系的选择的丰富度 有些会特别强调操控 性能版 乐趣 满足不同的客群 是 这看到的是在2022年 就是去年 全球的销售Top10的修理车 大部分应该都是属于这种中型的SUV 可是在台湾 台湾的消费者 真的除了中型SUV以外 大家非常喜欢的 就是比较小型一点的SUV 大家还记得吗 在今年全新大改款的BMW的X1 是不是销售成绩很好 而且它的电动车真的是为眼线轰动 还没有交车 其实它订单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跟油车的比例几乎是五五波 对不对 对 没错 小钟带我们来看看 这是BMW的RX1 第一次进到我们的棚内 对 我们就要帮消费者来稍微分析一下 现在X1也是大改款 然后RX1又是全电动车 对不对 那它的差异性 我们从外观上 从配置上面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 不过刚刚冠有提到说 它的这个纯电版的X1 卖得非常好 到底有多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 五月份的销售数据 来 电动车 这个五月份挂牌 这个前五名 Top 5 OK 其实我觉得不仅是 X1卖得好 大家注意一下 Top 5里面有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都是BMW 真的耶 BMW好会卖电动车 这在我印象里面很奇怪 BMW就是运动化 可是当它 开始步入这个 电动化的产品之后 没想到它的销售量 照在台湾市场里面 卖得非常好 你看第二名的IS 这是三百多万的 这个大型的SUV 它就可以卖到两百七十几台 对 那更比如说刚刚发表的 IS1 它有两百三十一部 这个价差是非常明显的 代表其实我觉得 因为它刚开始挂牌 也许 也许初期不是那么稳定 所以非常期待 接下来在下半年 整个 下半年的 每个月挂牌 我猜IS1一定都会 榜上有名 非常重要 因为用IS3 去打全球市场的时候 它已经累积了 非常多的data base 它就知道 接下来它推的电动车 一定要能够接地气 适合各个厂 这个适合地域性的 那种电动车 包含现场来自IS1 不要说是 大家很新鲜 其实连我们媒体 都没开过 你知道吗 就一直来 然后就先交给车主 对 大家我们之前 因为是 开过汽油版的 对 油版 IS1至少 现在台湾媒体 都还没有认真开过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 因为真的是我们大家一直认真去摸它 你知道吗 很想要不要开出棚 好啦 我们来看一下 它跟汽油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很大的重点是 那么大的一个水箱护照 因为它是存电的 它不需要进气的去冷却散热 所以它整个水箱护照是封闭式的 这是很大的重点 但是它还是做直炸式的 这一定要 这是BMW的最大 对 这一定要 好 它另外重点 我觉得这很重要的是 大家看到它这个外框 包含保杆的下面 对 其实等一下我们看到 车子的侧面跟后面 都有这蓝色的线条 这个东西其实也就是汽油版上面 没办法做选择的 懂了 从外观上就看这些有蓝蓝的 就是电动车 你开电动的X1 我觉得这很重要 当然你可以 它是无料选配 你如果没有选这个蓝色线条 它就给你这种金属的色泽 那一定要选蓝的 对 没错 因为既然是无料嘛 对 所以这东西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想买X1的话 这个东西记得 蓝色线条 一定要把它选上去 不然你到底开汽油版的 还是电动版 大家不知道 所以水箱护照 跟这蓝色线条 是电动版跟纯油版 最大最大不同 那我们来侧面看一下 刚刚我提到 这蓝色线条一路延伸到车侧 大家看到侧面这边也是有 这蓝色线条一路延伸 所以它其实整体性是非常好的 对 因为它可以增添一些科技的氛围 非常重要 对 其实我还期待它能不能发光 你知道 我刚刚 其实我刚刚某一看以为 那个水箱护照在发光 应该要发光 因为它那个灯一打 我以为它在发光 对 因为它的材质就比较 比较亮 对 好 绿圈的话是这种多幅的造型 很难洗 很难洗 对 我只要讲 这个是你喜欢的造型 可是我觉得很难洗 没有 交给 就是拿给人家洗的 19寸是它的标准规格 那你可以选20寸 而且20寸的话 我觉得当然整个视觉上 汽车更好一些 但我觉得19寸也非常OK 而且它配的轮胎 等级很高 是倍耐力的PZ-Raw 电动车 理论上我们接受到电动车 应该是配一些节能胎 对 强调什么 低滚动阻力等等 但我还是配一个 倍耐力旗下最高阶的 性能跑胎给你 这我觉得你也是跟 BMW是品牌的一些 强调 它的操控 电动车是电动车 没错 虽然说耳载车 它是前后各一个马达 四驱版本 马力有313匹 很棒啊 扭力超过50 因为电动车嘛 对不对 但电动车扭力通常都表现得很好 刚刚我们提到它挂牌 它卖了五月份挂5 230几台 对 你知道纯油版的S1卖几台吗 不知道 不是55吗 听说 对 就是55 它我记得是260左右 超55波 这个是在以往不可能会发生的 不可能 大家记得 如果今天是一个强调节能的品牌的话 我觉得可能你理解还是比较合理一点点 但BMW 我真的觉得BMW就是一个很运动化很性能 就是很操控面的东西 但它的节能产品 电动车却是在实际销售量部分 呈现55波 而且其实现在新世代的S1 有很大很大的重点是 它完全从内到外 都是BMW最新的科技的展现 对 这个就厉害了 这厉害 好 我们来看一下车内到底是怎样科技的展现 我觉得车门也在大家介绍一下 这平整化也是一个最新的设计 IX上面也是这样的 对 就最新的 从延续下来 因为早期 应该说BMW用这种握把式的车门把手用很久 平整化看起来就舒服 电动化世代 对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车内 哦 看到那双萤幕 我就知道新世代的 是 没错 嗯 OK 这个你看看两个萤幕呢 这边是10.25寸 对 这边是10.7寸 嗯 其实刚刚说到一个最新的一个室内设计 包含这个中间的这个排档座 它是 悬浮欸 悬浮式的 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设计 有点IX的样子 有 而且它放东西真的很方便 对 你一些手机啊 零钱啊 什么钥匙 阿萨布鲁的小东西 我的化妆包就很适合塞在那 你就直接放这边 不然你一上车 东西没有地方放 没有地方好好的收纳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对 在你每天开车 就觉得好烦 这台车其实实用性会被打折扣 对 而且我看到那个手机充电座 它实力的 对 怎么这么好 不然跑椅子也是跑车化的设计 这也就是 嗯 电动车是电动车 我是节能 但是呢 我觉得运动感啊 这个方向盘卧幅很粗壮啊 然后椅子其实真的很薄 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可以坐一下 运动化的跑车座椅 非常的包覆性 非常的好 然后当然它的皮质的触感 也是完全是 很好的一个设计 那它车内的这个饰板呢 是IX1跟油车有不一样吗 一样的 都是这种所谓的 尤加利叶木的素纹 我是觉得看个人啊 那你不喜欢的没关系 应该选择这个 看起来这个钢琴烤漆 高亮黑的钢琴烤漆 纯黑的 对 比较容易留下指纹的 或是你要选择这个铝合心的饰板 那要加价吗 要稍微一点 铝合心的饰板也是要加价 了解 这个也可以啦 有一点温度的感觉 它不是油腻腻的那种木纹 它是雾面 千万不要是亮的 现在真的很不流行 亮面的那种木纹饰板了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刚刚我提到 它车身的这个蓝色线条 会一路从车头车侧沿着屁股 就是在保杆的下面 一样有这个蓝色线条 表示你的身份是不同于油车头 表示你这个有300多臂的马力 大家不要轻忽 适合驱动 不要小看我是入门的 BNW的兄女车 好像就不行 没有300多臂 我一样很派的 0到100只要5秒6 对而且小春我发现 它现在IX1 就质感变好多好好的 例如像以前我们认为的防刮饰板 它现在都是高光泽的饰板 很棒 这个很重要 就是其实这一次 这个全新大概有的X1 其实我们当然我们只碰过汽油板 媒体目前看到汽油板 但是我们要说一看到车子 一看外观内装 不然开起来发现 其实我个人的观点 以前的上一代旧款X1 会比较觉得 你很清楚它就是属于 品牌里面入门的中小型SUV 这个不能骗人的 事实上就是这样 但是变成大改款这个世代之后 你从看到摸到开到 真的你就所谓的入门感这件事情 很改变很少 入门级豪华级高级 到底什么级 就是都是很 就是比较往上一点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就像你刚刚冠宇讲的 这个光是黑色的塑料 以前可能就是没有 防刮或者是塑料 对就是单纯塑料本身的颜色 那它现在用一个黑色板烤漆 至少看起来比较亮 质感又很好 对没错 好我们看一下行李箱 它的空间 因为X1 然后X1 基本上它算是小修驴 对 可是打开 500多光针 不小 500多吗 我记得有 你是不是讲错 真的吗 真的讲了吗 我记得有500 我记得有500 是喔 它小车只有这么大 就算没有500 应该有499 有 因为它其实看起来深度 然后以及宽度 真的就是中型SU 主要为什么 其实龙肌这件事情 当然也很重点 是有时候我们看一下 很深很宽 但是它旁边可能龙起的 对 或者是轮弧 去吃掉了一些体积 对 所以有时候视觉感 跟实际龙肌 然后会有点没办法做连结 然后 如果你觉得它是比较斜背的造型的话 因为它后面比较斜 它会撕掉这个纵向高度的龙肌 其实这些有差 小小的东西有差 所以有时候我也提醒大家 龙肌归龙肌 数字好大没错 可是它里面凹凸不平 对 那也是你不好放你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装水进去 对 没错 所以你可能是会带什么儿童器座 或者什么娃娃的那个雪布车 对啊 所以它如果它今天里面凹凸不平的话 其实不好放 不好放 这个蛮重要的 好 所以其实 快速的介绍过RX-1之后 你大概知道为什么这么一台 两百二十二万的这个RX-1 能够卖那么好 配备很齐全 动力没话说 对 然后当然我觉得 尤其是对比它的双P的对手 它动力上面真的非常的具有优势 所以我们说 如果在BMW品牌里面 它的电动车 相对于品牌下面来说的话 应该说电动车是真的物操所值 没错 可以这样形容它吗 为什么要买便宜十万的20i 应该是要选这个才对 难怪实际销售会五五颗 对 所以现在小休旅 尤其是电动的选项 在台湾也越来越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